青角男神的廖柯翼 心心念念的都是想讓節目更上一層樓 曾經良度敲響金鐘的他 因為疫情節目難出國 但在台灣四處跑,一樣很忙碌 但可能就是忙著工作 跟已經結婚九年的太太 平常只能靠著文字還有訊息聯絡 過往的農情秘異也慢慢走了位 本刊接獲爆料,兩人協議離婚中 在上個月5號,我們的狗仔哥哥在路上捕獲夫妻倆外出用餐 太太未被遇還穿著超短牛仔褲,圍露屁股大耳 不過兩人一路上沒啥互動,充滿距離感 原本以為這是老夫老妻的生活 沒想到是分離的開始 隔天廖柯翼一大早就出門 還拖著一個藍色行李箱,直奔行店移出社區 疑似是把東西搬回老家 下午3點又從自家大樓帶著大包小包的行李 來到另外一棟大樓 會懷疑廖柯翼跟老婆已經分居 不是沒有原因 畢竟從他帶出的行李中 連傳說中的宰男神器PS5都擺出了家門 這也默默的透露出 他可能已經不住在我們新的艾巢裡 廖柯翼跟老婆交往不到一年就結婚 還幫他取了暱稱叫做小芋頭 不過9年的婚姻似乎還是抵不過 巨少梨多的時間璀璨 在廖柯翼事業起飛的同時 婚姻走向了低谷